黄瓜怎么浇水才合理 4月确实雨水真的是太多了 大家如果说种了黄瓜的话 一定要做好排水的工作 不能够让苗一直浸泡在水里面 不然就很容易出现死苗 或者后期发生各种病虫害 黄瓜到底怎么浇水才更合理呢 首先幼苗期黄瓜的苗定制之前 你要先浇透底水保证土壤湿润 等它缓过苗之后再浇一遍缓苗水 然后就根据黄瓜的做果情况 合理的去浇水 如果说黄瓜还没有做果之前 你频繁的去浇水 那就很容易导致它土长 就不能够正常的去开花结果 影响到它的产量 然后就是生长的旺盛期 这个时候金叶生长是比较快的 要适当的控制浇水 如果说黄瓜叶变成那种黑绿色 然后芝蔓生长它皱缩在一起 那就要及时的去补充水分 如果说这个植株的叶子是那种淡黄色的 卷须粗植 叶片又大又薄的话 那就要少浇水了 防止这个植株出现一些土长的情况 然后黄瓜的结果期 一般就是黄瓜结果前7到10天左右 浇一遍小水 就可以解决这个黄瓜的缺水问题了 最后的就是黄瓜收获初期 这个时候呢要好好地观察一下 就是蒸腾量很大的时候啊 一般大概一周左右浇一次水 黄瓜进入胜果期呢 是可以在黄瓜果实生长期间 喷湿那个钙肥来促进它生长 这个时候的肥水也要随之增加 然后每隔三四天来浇一次水 浇水呢就不能大水慢灌啊 另外就是浇水的时间尽量是在上午的9点到10点左右 因为你浇水之后土壤表面那个湿度比较大 湿度太大的话 这个情况下就比较容易引起一些真菌啊 细菌性的病害等等啊 所以呢就会导致发生一些什么促导病啊 利窟病 9点到10点钟你浇完水之后 温度它会慢慢升高的 那表土的水分啊就会快速的蒸发掉 然后降低湿度 这样呢就可以减少一些病虫害的发生 但是你大夏天浇水的话要在大概下午四五点之后再浇啊 那么怎么判断黄瓜它有没有缺水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看龙头 如果说出现缺水的问题 这个黄瓜的龙头会瘦小 渐渐的 叶子呢会发黑 叶片就是属于那种下垂的 第二个就是看卷须 如果说缺水啊 那个卷须它就会糊状的下垂 第三个就是看黄瓜 如果说黄瓜的颜色是那种深绿色的 刮条像一个锥形一样 那说明缺水了 要是这个颜色啊比较淡 然后黄瓜是弯曲的 或者是那种尖顶的 那就是水分过多 好了关于这个黄瓜怎么浇水才更合理 今天呢就说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如果还有哪些想要补充的 或者想要继续讨论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